厄瓜多尔拉丁美洲新闻社网站6月6日发表题为 一场反民主的峰会的文章 文章认为在洛杉矶召开的美洲峰会 是证明统治美国的精英们反民主特点的右翼确凿证据 全文摘边如下 在洛杉矶召开的美洲峰会 是证明统治美国的精英们的威权和反民主特点的右翼确凿证据 美国从一开始就将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 排除在会议之外 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 美国藐视该地区不排斥任何国家的共识 华盛顿不愿意认识到 在他的肆意妄为中 新自由主义霸权时代已经结束 拉美各国人民现在对霸权更加排斥 拜登政府的另一个严重的反民主行进时 他没有向拉美和加勒比各国政府询问过 到底哪些议题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 如果古巴和委内瑞拉不参与讨论 华盛顿打算如何商讨非法移民问题 古巴和委内瑞拉的移民流动 就是被美国罪恶的封锁政策故意挑起的 据峰会组织方称 会提出显著改善对大流行的应对和复原力 促进绿色和公平的复苏 强大和包容的民主 并解决非法移民产生的根源的行动 老实说笑死人了 帝国什么时候关心过我们的问题 与俄罗斯极端危险的冲突 与中国同样危险的竞争 对美洲地区的控制 以及11月份的美国中期选举 似乎只有这些是真正让乔拜登的 萎靡政府关心的事情 其他问题都形同虚设 仍然是个人需要据合理 在伤送中这些